在第七堂我們談到蘋果與蛇最初的誘惑 利用亞當跟夏娃在伊典元的故事 來告訴大家誘惑是什麼 然後因為我們在談到人與人之間 最重要的感情之一就是愛跟本 那麼今天我們要談到的是無助身心 也就是怎麼樣去超越誘惑跟恐懼 這樣的一個情感 那下一堂也就是下個星期 我會跟蔣友柏一起來 那麼請蔣先主講以外我們對談 那麼今天是在愛與恨裡頭的第二堂 那麼愛與恨其實說起來有三堂 不過第三堂我看可能大家的討論也許會多一點 那麼所以第一堂跟第二堂 我很希望讓各位能夠真正的去了解 這個人類中間一個非常特別的一種情感 所以我就把它recap一下 上一堂課的主題愛與恨 最初的誘惑我們思考了三件事 第一個是我是什麼 我是希望大家練習思考複雜 第二個上下是什麼 希望大家練習思考矛盾 第三個奢侈是什麼 希望大家練習思考誘惑 那麼透過這三個思考呢 我希望大家可以至少感受到 複雜的目的是演化 是所有生物演化的一個過程 它是越來越複雜的 那這個複雜是演化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目的 第二個矛盾是生命的必然 我們在這個知識上面也好 我們在感情上面也好 我們都希望不要矛盾 可是矛盾是一個生命的必然 那麼就是說你有生就會有死 那你很希望是活著 你不希望死掉 可是這個是矛盾 但是你兩者都會碰到 所以這個就是矛盾 那矛盾是一個生命的必然 昨天我看了一個影片 是介紹地球 我們現在都嫌二氧化碳太多 但是地球如果沒有二氧化碳 地球就是像火星一樣 就是變成一個很冷的地方 那地球為什麼會有二氧化碳 我們就不是這堂課要講的事情 但是你是矛盾的 你覺得它很麻煩 可是它又對你很有好處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矛盾 所以這個是一個生命的必然 那麼再來奢侈是思考誘惑 誘惑是無分貴賤的 就是說你不是貴的東西才會誘惑你 你不是很好的東西才會誘惑你 你其實所有的東西都會對每一個人 有不同角度的誘惑 希望各位可以理解這個意思 那麼根據上週的推論基礎 今天我們來談談這個 無助身心超越誘惑跟恐懼的情感 好 為什麼藝術創作需要去理解愛恨 誘惑恐懼以及心念 當我們講說無助身心 那個心就是心念 心念 那為什麼要理解 還有心念是怎麼樣子產生的呢 我想都是我們這堂課 今天的這堂課 我希望能夠傳達給大家的 上一堂課我們看到這張照片 就是在彩虹裡頭的七個顏色 我們做了一個小小的試驗 在同一個班上你可以看得到 你最喜歡的顏色 就有人是最不喜歡 你最不喜歡的顏色 就有人最喜歡 所以這是一個 你不得不接受的事情 能喜歡跟不喜歡 很容易說 但是其實不好瞭解 所以我特別做了一個表 讓各位可以試著去分析清楚 瞭解清楚 喜歡是因為你受到誘惑 比如說我說彩虹的七個顏色 那你說我最喜歡黃色 是因為黃色你看到 你會歡喜 所以你受到那個黃色的誘惑 你一定不會是喜歡 但是我很討厭它 所以我喜歡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受到誘惑 所以你喜歡 那麼你受到誘惑以後 你會產生一個情緒 那個情緒是什麼呢? 你期待可以接近它 你喜歡這個東西 那你就期待可以接近它 你期待可以擁有它等等 那我用接近這樣子的一個字 來形容會比較準確 那你因為期待可以接近它 所以換句話講 就是廣義的來說 你就是愛它 那麼它不一定是只有人 它是人是物 你說我喜歡哪一種手機 那個你就是愛那個手機 當我們在設計一個品牌的時候 我們會去講說品牌 你可以用價格去競爭 你可以用任何理性的方法去競爭 可是所有的品牌的競爭 最好的競爭就是讓別人愛你 蘋果公司就是把它的產品 讓別人能夠愛它 其實我不知道各位手上用的是iPhone 還是不是iPhone 你可以看到很多用iPhone的人 你問他說你那會不會斷選 會 你為什麼還要用? 就是要用 所以就是它那個是一個 一個在研究品牌的人知道得很清楚 在品牌的一種 讓別人會對一個品牌非常忠誠的一個方法 就是愛它 那有很多的粉絲喜歡它這個 它喜歡的這個iPhone 那麼這些iPhone它也是愛那個iPhone 所以這個愛就是我們期待接近的意思 所以喜歡你是因為受到誘惑 受到誘惑你就期待接近 期待接近你就是愛它 這是人事物都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好 那什麼叫做不喜歡呢? 不喜歡就是你碰到這件人 或是這個事或是物的時候 你感到厭煩 那你就是不喜歡 你感到厭煩的時候 其實這個是一個大家 到這裡大家大概都知道 後面這個可能大家比較少去分析 這樣子的一種情緒 當你感到厭煩的時候 比如說你厭煩這堂課 你就很怕這堂課的時間到 你如果喜歡這堂課 你就很希望這堂課的時間到 這是一樣的道理 這沒有什麼很稀奇的事情 所以重點是你如果開始感到厭煩的時候 你就恐懼接近 那你恐懼接近就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恨他 那這個恨不是說我恨一個人 就是人事物是一樣的 所以我希望從這個經過簡化過的表 大家可以比較了解 不喜歡你就會恐懼接近 那這個是人事物一樣的 喜歡你就會期待接近 人事物是一樣的 所以當我們在談愛跟恨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要對這個事情 有一個基本的了解 它不一定是只有愛情的愛 你對一個東西 對一個飲料也是一樣的 好 那這個期待是關鍵 就是英文說的expect 你會開始expect這件事情 恐懼你就是開始fear這個事情 這兩個情緒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東西 這兩個情緒就會讓你開始 比如說如果你是expect 你對一個事情就很想去做 不該做的你也想去做 就像夏娃說 上帝跟他說你不要去吃那個蘋果 可是他期待這件事情他就去做了 所以expect這件事情是一個你很想去做的 fear這件事情就是你很不想去做 所以它是兩個很特別的一個情緒 這兩個情緒是我們今天要講的一個重點 那麼今天我們說無助身心是什麼意思呢 我覺得與其要談無助身心 就先分析什麼叫做有助身心 無先談有 所有助身心你就看這幾個眼鏡 紅橙黃綠藍定紫 這就是彩虹的顏色 那麼如果你有助身心就是你戴著偏愛的眼鏡 比如說你偏愛這個眼鏡 你戴著這個眼鏡去看世界 你就是有助身心 也就是說你在看世界的念頭 是戴著這個眼鏡去看的 你如果喜歡的這個是紫色的 你戴著紫色的眼鏡去看世界 那麼就是戴著偏愛的鏡片看世界 那麼這個是這個概念 那麼所以我們現在往下看 對事情產生期待和恐懼的情感基礎 我們把它講完 有助身心就是戴著偏愛的鏡片去看世界 對事情產生了期待或者是恐懼 比如說你喜歡這個紅色 結果你戴著這個去看世界 你發現你不喜歡的顏色 比如說你不喜歡的顏色是這個黃 那其中你看到一個黃 你希望這個黃趕快走掉 讓它從你眼前消失 那個就是恐懼 或者是期待它消失 恐懼它來到都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希望它沒有 或者是希望它來到 恐懼它不來到 期待它來到也是一樣的一個道理 助就是偏愛 心就是情感基礎 所以我們用剛剛的那一張表 跟這一張表 大概就可以知道 為什麼我們會有愛跟恨 愛跟恨它怎麼樣子 對我們觀察這個世界產生一些變化 那麼這些事情 這個都是基礎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如果各位不是經常思考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你有的就是你自己的反應 那麼你自己的反應 你就不是看到全面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今天的課程 能夠幫助大家看到一個全面的事情 換句話講 如果你是偏愛這個眼鏡 這個就是變成你的見解 你看到的世界就是會把世界加上這個綠光鏡 看到的世界 那不是綠光 就是你看到的世界的光 就是加了一層 換句話講 如果這個世界有這麼多的不同的見解 那麼你會怎麼做呢 你會對所有這些顏色的人看到的 戴著紫色眼鏡的人看到說 我看到的一個紫色的世界 他會說No 世界不是這樣子 世界是紅色才對 Yes 所以你會對於說世界是Yes的人 你會很贊成他 你會對於說世界是黃成藍定子的人 你跟他說No 不對 你們的看法是不對的 所以這個概念是一個關鍵 那麼什麼樣叫做無助身心呢 請大家注意看 這是剛剛我們看的那個表 無助身心是一個非常重要 在做科學也好 在做藝術也好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我們說的方法吧 在這裡畫了一條 畫了這一條是什麼意思呢 事實上就是每一個人都會隨著他的天性 你都會受到某一些東西的誘惑 你受到某一些東西的誘惑是很自然的 所以你會對一些東西喜歡不喜歡 這個你不太可能叫一個人講說 對每一個事情看起來都很喜歡 對每一個人看起來都很喜歡 這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像是我們不能夠不接觸到細菌一樣 你是一定會接觸到 但是你可以加一個防火牆 加防火牆是什麼意思呢 請大家注意看這個動作 加了防火牆以後 你受到誘惑你會愛一個東西 感到厭寰你會恨一個東西 可是你不會去期待接近 你愛一個東西 你會變成no expectation 你這一邊呢 會no fear 這個不要用hope這個字好了 用expect比較好 那麼這是什麼意思 因為你在這裡期待跟恐懼 碰到防火牆的時候 他沒有進來 他沒有進來的時候 你有愛有恨 做一個 你不要做一個人好了 你做一個狗都有可能 像我家養的狗 他們一定有 一定有他喜歡的東西 一定不喜歡的東西 他喜歡的東西 他就一直靠過來 他不喜歡的東西 他躲得遠遠來 你不喜歡的東西拿過去 他會跑掉 這是一定的 可是你告訴他說 你能不能不要期待不要恐懼 他沒有辦法 因為他沒有那一部分的智能 去處理這些事情 他的腦袋沒有辦法 英文說process 他的腦袋沒有辦法 運作那樣的事情 所以他的腦袋沒有辦法 設這個防火牆 所以狗是不喜歡的時候 一下去咬你 他不會客氣的 我自己養的狗 他碰到一個事情 我的手上起碼有二十幾個洞 都是我自己的狗咬的 因為他小時候大概被虐待 是一個被氣養的狗 有一次我睡覺睡在他旁邊 我翻身手伸過去撞到他 他就啪 半夜咬了我血淋淋 那個是因為他恐懼 他不是期待想吃人肉 絕對不是 他恐懼 他被打慣了 所以他覺得有人打我 因為他也在睡 我也在睡 所以我碰到他的時候 他就咬過來 所以現在我不敢跟他睡在一起 不小心他咬到脖子就麻煩 咬到手還好 所以各位現在可以看我的手 你看我的手 這個是可以握的 這隻手到這裡都可以握 這裡可以握 這隻不能握 這隻最多只能到 就是被他咬的 反過來說我也要克服那個恐懼 我不能變成因為恐懼所以我開始恨他 因為那個邏輯是不通的 所以這裡面有一點點複雜 我希望各位可以開始思考 你不一定要想通 但是你至少可以開始思考 這樣的一個概念 你必須要在受到用獲 產生你對一個東西的愛的時候 因為有防火牆 所以你不會一直期待接近 就是你不會一直黏上去 然後你感到厭煩 你討厭一個東西的時候 你不會害怕去接近 因為你如果產生了恐懼 跟產生了期待的時候 其實你就沒有辦法處理事情 你所謂的沒有辦法處理事情 就是你沒有辦法全面的處理事情 所以這個是我想告訴大家的第一個概念 好了 我們要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怎麼樣子構築情感的防火牆 第二個問題 那情感的防火牆是一種情感的偽裝嗎 這兩個問題問完了 大概今天的課就講完了 我會給各位看一個影片 思考的方向 怎麼樣子構築情感的防火牆 其實情感防火牆的城市自古就有 而且很多 在西方 這個希臘 這個埃及的東西我不明白 沒有研究 在希臘的這個傳承 就是所謂的西方的文化的傳承 也有很多這種防火牆 在東方 那是也有很多這樣的防火牆 現代人因為懶得去更新 我們都覺得那些東西叫做傳統 或者是上一次孤老師來講的時候 曾經他講了一個字 他就說其實叫做古典對不對 我們覺得那些古典的傳統的東西 好像有點過時 所以我們懶得去更新了以後 我們這種情感防火牆被植入木馬 所以現代人是越來越 沒有辦法控制這一類的東西 那我用一個比較新的研究跟各位分享 你的腦神經的結構 Connecton 是這個字 對你來說也許是一個新字 不過這個字你最好記住 其實他很好記 就是Connect Connect加上OME Connecton中毒了 Connecton是什麼意思 Connecton就是你的腦神經細胞 它的這個細胞跟那個細胞連起來 那個細胞跟那個細胞又連起來 當你對一個東西好奇 就有部分連起來 當你對一個東西開始產生某種情緒 你就有一個東西連起來 所以你的整個腦的神經結構 從你開始完全是無知的狀態的時候 你產生好奇 產生不想知道等等等等 你的腦筋的結構 如果你把它解開來 你是看到一張地圖了 那張地圖叫做Connecton 那因為人的腦的神經細胞實在太多了 所以要畫一個人的腦的神經細胞 非常非常的畫不出來 到目前為止就沒有人可以畫出來 但是沒有人可以畫出來 為什麼知道有這個東西呢 他們拿非常簡單的生物 腦神經細胞很簡單的這些生物 直接去做這個腦的scan 然後做腦的就是掃描 從腦的掃描中間去看到 他的腦神經細胞的結構方式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說是有這樣的東西 只是人的腦筋很複雜 所以現在我今天會介紹各位一個影片 各位可以回去看 你的這個部分在現代的生活中間 它中了毒 中了什麼毒? 我們很簡單 我們現在你的知識從哪裡來? 像昨天我在看電視 我看到上面寫Sony 81歲創辦人過世 另外又寫Sony的某一個電視台 他寫Sony的前任社長創辦人誰誰誰過世 那我趕快看這個記者是誰 他那個名字應該是一個很年輕的記者 對他來說81歲已經夠老了 所以應該是Sony的創辦人 他完全不知道那個是Sony創辦人的女婿 根本就是創辦人是更老了 兩位都早就已經過去了 可是這一類的東西是我們通常 我講這個不是說 所以他就是跟我們情感的黃火家有關 是同樣的道理 因為我們不停地在我們處理情感的時候 我們是受到這樣子淺的一個社會媒體 在讓我們認識這個世界 所以我們認識世界的方法 其實是用很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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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方法 你不太容易去深入地思考 這裡面的一些網絡的架構 所以我們比較希望有答案 我們不希望有問題 這個是我們的問題我們的麻煩 所以現代人很急著要有答案的時候 急著給你的答案通常有很多是錯的 所以你就開始接受了一大堆錯的事情 像這種東西只不過是叫做information錯誤 可是如果是logic錯誤呢?邏輯錯誤呢? 如果它的根本的這個價值是錯的呢? 那你怎麼處理? 所以我們不太處理這個部分 你的connector開始中度 我們用一個這個部分 選一個很老很老的東西來跟大家談 中庸的第chapter20 埃公問政 他在這裡面提到一個叫做 天下之達到五 所以行之者三 現在大家不太讀古文 也許而且也覺得瞧不起古文 所以覺得這幹嘛? 為什麼要這樣寫字? 但是如果你去明白它的道理 你會覺得有點意思 我解釋這一句話什麼意思? 人跟人之間有五條必須要處理的關西脈 天下之達到五 就是你要把這件事情弄得圓滿的道 就是像道路一樣 就是一個網絡有五個 處理這五條關西脈的能力 所以行之者三 有三種個人的修養為基礎 簡單地說就是你有五種最基本的人跟人之間的關西脈 你必須要有處理的能力 你要有具備這種能力 你必須要有個人的修養 好 那它的哪五種呢? 哪五條呢? 君臣、父子、夫婦、昆地、朋友 大家看到這個的時候覺得說這個更是老掉牙 為什麼? 因為我們看到君臣 我們在民主社會看到君臣的時候覺得這根本就不值得看 不需要看 如果把君臣想成政府那更是完全是一個跟民主社會是反動的 但是其實你如果稍微把腦筋放清楚一點看 所謂的君臣意思就是你必須要靠他做決定你才能決定的人就是君 你就是成 你今天要把一個東西比如說我要把這個杯子賣給你 你要做決定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君? 我是不是成? 我不能強迫你要 所以你必須說yes 我這個東西才會賣到你手上 所以在現代社會裡面很簡單 變成買東西的人叫做君 賣東西的人就一定要變成成成 所以如果你不懂君臣的關係 你怎麼去處理你所有的人跟人之間的關係呢? 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你不要把君臣看成是國王跟臣子 不是 我們甚至不要講說現在大家覺得說有很多公司在欺負人 所以我們也不要談那個 你就談一個更再退一點再看 我要把東西賣給一個人我要不要他同意 當然要不然他就可以不理你 他走開就好 所以那個部分就是叫做君臣 可是你也可以再更聰明一點看 你講說那像蘋果電腦那樣子在賣東西 他把自己變成君 買他東西的人變成成成 為什麼? 因為那些人是去追隨著他 所以所謂的粉絲就是那個 icon 那個被仰慕的人自己變成君了 我明明要賣你東西我變成君 所以這種君臣的關係你必須要這樣子去看 你就看懂了 那同樣後面的這些東西就是你必須要處理的五個關係賣 稍微放大一點看 君臣父子夫婦坤弟跟朋友 這些事情也有你很簡單的就是講說朋友就是朋友 可是你能不能再想朋友是不是一定跟人? 不見得 所以你就可以開始把這些關係賣做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理解 那你要處理的三種個人修養看起來又是非常非常的這個八股 可是我希望各位了解它不是八股 知人永三者天之天下之達德也 那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說這樣 他是說如果你有知、你有仁、你有勇 這三者這個三個修養都把它做得很好 那麼你就可以去處理這個關係賣 勇比較容易了解就是我很有膽量去處理這個 舉例來說你如果要去賣一個東西給人家 你要去做一個創作 然後你一直怕人家說批評 所以你就不敢做 那個就是沒有勇 那人呢?知呢?是什麼? 所以我想我們也要把這個知、人、有跟大家講清楚 可是他說啊 所以行知者一也 意思是說 如果你把這三個都做得到的話 其實是差不多一樣的道理 那這裡面有講知這件事情 他說知啊 有生出來就知道的人 就是他很有慧根 所以他生出來就懂 懂某一些事 有些人是要學了半天才知道 就像我們所有的人一樣 我們要到學校去學 我們要在家庭中學 我們要被教 我們終於懂 所以這個有學而知之 還有一種是你生出來也不知道 學了搞了半天也不知道 終於有一天被打了一巴掌 你又終於知道了 就是困而知之 就是變成你要倒閉 賠了一大堆錢才知道說 原來事情不能這樣做 或者是你要被關到牢裡去 或者是你被必須要什麼人死掉 你才知道說原來孝順是這個意思 那這個就是叫做困而知之 就是你必須要給你困了 你才知道說原來事情是這樣 這個中庸之中說的是說 知道的方法有三種 三種 一種是命比較好的 就是他沒有太多困難他就是知道 第二種是學一學他就知道 第三種是要經過很多困難終於知道 可是重點是他說 但是等到他知道的時候 他就是一件事知道就是知道 知道就是知道 只是有的是命好一點知道 有的是命苦一點知道 那麼去做一件事情也是一樣 有安而行之 意思就是說你去做的時候 覺得這個舒舒服服就去做了 有利而行之 就是要告訴他有什麼好處什麼好處 你才去做 現代人大部分都跳到這裡來了 很少生出來就是說 我就本來就知道這種事情是對的 我們很多是要利而行之 就是要告訴他有什麼好處 或者是如果你不要這樣做 你那些好處會不見 另外還有一種是勉強而行之 就被逼著一定要做 這三種反正等到他做成了以後都是一樣 所以有去勉強來的 有去用利益交換來的 有去本來就是知道的就會做的 好了 所以孔子說好學進步之 如果你是真正好學的人 你就非常非常接近這個之的修養 這就是為什麼我跟同學一直期待同學能夠好好的去思考 因為好學不是喜歡坐在教室裡聽課 不是 你必須要思考 你真的要學會一件事情不是聽 你是想 聞是一件事情聽到 但是你要想 想完了以後去練習你才真正的知道 所以好學喜歡學東西就近乎知 就是你的知識會比較廣播比較深入 例行近乎人 那麼這個事情就不是那麼好懂 意思就是說我要去做我才就是叫做人 那麼我知道我不會做叫做有 這個是概念 就是說我去做就是人 我知道我不會就是有 那大部分人我們當然都知道要承認自己知道不會 這個是很難的 所以知道這三個東西 你就知道你自己怎麼把自己變成是一個武功很高強的人 所以因為你是武功很高強的人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怎麼跟人家相處 這個制人不是把人家拿來統治 是怎麼跟人家相處 你知道怎麼跟人家相處 你就可以治國家天下不是要變成總統 而是你就可以影響國家天下 你就可以影響很多很多的人 那所以如果你是要當一位藝術家 你希望你的藝術真正的能夠影響很多的人 你必須要先有知 你必須要有人 你必須要有勇 那這個時候你的練習的辦法是你要好學 你要肯去做 然後同時你要知道你哪裡不行 這三個事情 如果你好學又肯去做又知道哪裡不行 那麼你就可以練就一身的武功 你練就一身的武功 你就可以跟人家相處 你可以懂得跟人家相處 那你就可以讓你的藝術 或者是你的觀念影響很多很多的人 好了 這個部分跟我們剛剛談到的愛跟恨 這個防火牆有什麼關係 我在這裡做一個簡短的建議 這個建議就是你取得中庸的知人勇的這個套裝軟體 去更新你已經中毒的腦神經結構的connector 那麼用知作為掃毒程式 什麼意思呢 因為知就是你非常好學 你非常好學 你就可以知道你現在被灌進去的東西有哪些是不對的 所以你必須要擴大你的知識的廣度跟深度 那這個是需要思考的 第二個以人為執行程式 意思就是說你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必須要用人 人事實上是一個很公平的事情 你必須要沒有說我比較喜歡紅色 所以那個同學穿紅色所以我對他好一點 我叫他我不肯叫他 因為我不喜歡咖啡色我不叫他 人事實上就是公平 一視同人 你用這樣子作為執行程式 第三個你用勇為防毒程式勇是什麼 我知錯我就能敢 我知道我自己不行 我就趕快去補那個地方的東西 所以你用這個知去掃毒 勇去防毒人去執行 那麼你的connector就會變成是一套新的一個腦的結構 第二個問題 它是一種情感的偽裝嗎 我在這裡希望告訴各位的是 腦神經結構的掃毒跟防毒的程式 它沒有辦法是偽裝 因為偽裝基本上是一個木馬的程式的一個特質 它必須要真實 它才能夠真正掃得了毒 所以千萬不要誤會成為當我說 你必須不要讓你的恐懼 當你去愛一個東西的時候 你不要黏在它上面 當你去討厭一個東西的時候 你不要都不肯跟它接觸 意思是說你不是要偽裝 你明明很討厭它 你不錯不是這個意思 你在真正的不喜歡的時候 你必須要去面對以便能夠去處理這件事情 你面對去處理這件事情 你就不偽裝了 你就變成真實了 那真實的時候 也許你為什麼討厭它 是因為你根本就認識錯誤 也許你為什麼討厭它 是有別的原因 所以所有的這些事情 你必須要先掃毒跟防毒 用很真實的情形來做 好 那愛公問政 同樣他也講了這句話 他說成者天之道也 成知者人之道也 我特別把紅字邊弄出來一方面 讓各位知道 成是天的一個很自然的結構方式 我應該這樣說 成知就是努力去變成成 也就是非常坦承自然 這是天的一種結構方式 你努力要去變成像天一樣 這就是人 人去學天的道理 比如說你現在看到 星星為什麼那麼規矩 這樣子走 我們走一走會覺得煩 我們走一走覺得煩了 以後就講說 那我溜去哪裡玩一下 如果我們天的運行的軌道 也是這樣溜一下 那我們地球一天到晚 跟別的星球轉過來轉過去 因為就是不行 天的 你看到星星在運行的時候 他是沒有辦法說 我們來改變一下軌道 沒有辦法 所以成者天之道也 可是成知者 就是學習要去做成 這是人的一個結構方式 成像這樣子成 像天一樣的是不免而重 意思就是說 我不是很勉強 可是我就是會達到 我不需要去思考 但是我會得到 所謂不需要去思考 不是懶惰 就是不需要去算計 我就可以得到 我從容地走在這個中間 中間就是說 我也不害怕 我也不期待 但是我很從容 這樣子的人叫做聖人 聖人各位也不要把它看得太高 說那就是很做不到的事情 其實意思就是說 你能不能把自己練習到 讓自己變成是一個不害怕 對你討厭的事情不害怕 對你喜歡的事情又不黏上去 這樣子的一種從容的中道 就是走在中間 那個時候你就不必要去算計 你就會去得到 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會不免而重不失而得 這個就是像天一樣的叫做聖人 可是我們一般平常的人 怎麼樣子從成之變成成呢 就是怎麼樣子從 就想說我怎麼樣去做成像聖人一樣呢 只有一個方法 那這個是我拿來勉勵各位從事藝術的同學們 就是擇善而固執之之而言 就是你覺得這個是對的 你就一路給它走到底 那麼比如說你覺得我的演戲 我要這樣子practice 那麼我曾經跟各位講過一萬小時 一萬小時是一個功夫 就是你把你認為對的東西 你練習一萬小時 Beatles是這樣起來的 Beatles在他成名以前 大家覺得說Beatles是一炮而紅 其實天下沒有一炮而紅這個事情 Beatles他們現在去統計他 他到開始成名以前 他在夜總會唱 他在小歌廳唱 他所有累積累加起來 超過一萬小時 那為什麼一萬小時這麼重要呢 因為他在那些地方 他沒有成名 是人家點什麼他唱什麼 他沒有辦法說我唱我會唱 你變成大孩才有說我唱我會唱 當你是小孩的時候 那個一萬小時是很難過的 意思就是說 當時Beatles是人家點歌他就得唱 那為了要應付人家點歌他就得唱 然後為了又不要讓人家把它開除說 他覺得他沒有地方唱 所以他必須要練很多很多的歌 那練很多很多的歌是什麼意思 就是表示這樣他也會唱 那樣他也會唱 那樣他也會唱 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各種風格他都會唱 那等到你這些都會的時候 你集中全力出來的那個時候 叫做被看見的時候 但是你前面已經累積了一萬小時 那個部分躲不掉 這個叫做折扇而固執 那麼對於藝術自己有期許的人 我建議各位把這四個字一定要記住 所以我的建議是更新中毒的腦神經結構 為了要做這個掃讀程式 你要確實安裝隨時更新 真正重要的是後面的這八個字 我們如果想要求知 你就是要好學 好學就要確實安裝 你要真的好學 而不是要交作業的時候趕快交一下 那個時候不叫好學 隨時更新是你隨時隨地都要好學 碰到一個東西你不懂 你沒有辦法隨時找到答案 但是你必須要把那個問題放在腦袋裡面 這個是隨時更新 等到答案跳出來的時候 你才會認識說原來我以前不懂的 這個答案在這裡 那麼這個是我個人的一些經驗 希望能夠分享給大家 一個人還沒有表現出喜怒哀樂時的平靜情緒 叫做中 就是中庸是中和的意思 中表現出情緒之後 經過調整而符合常理稱為和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是跟我剛剛說 你不要恐懼 不要過度的期待是有關係的